那就是0 这样的话就是往下 移动 移动一列的意思 后面加一个slate 加一个slate之后 它就会往下跑 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就offset往下 然后再往下 它又往下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储存格现在是不是empty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现在怎么样 就跑到里面这一行 那这一行我就可以把它 做选取的动作 选取 不过现在是i 因为刚刚我漏掉 我们再一次就重来一下 这个123到这里 然后跳回来我看一下i的值是多少 i的值是是 没错 那也就是把 适适列选取起来 现在选起来 再来的话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 OK 那再来的话往下 你会发现它很乖的听话 一直往下了 对不对 一直往下 OK 这一行又删掉了 那这样的你会发现 它就会完全照你的意思 去找到空白列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呢 选起来删除掉 再来的话 Obset 像一个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 如果呢 我们没有连续的OK 可是呢 如果连续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跳了一个空白列 而没有怎么样 在像 应该上面有个空白列 这个空白列呢 可能会删不掉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连续三个空白列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选到 对不对 往下 那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没删掉 所以这个程式里面呢 还有要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把我刚刚的这个删除列部分 先完成 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 游标先放在哪里 A2储存格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要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84列 因为我总共有84列 然后判断里面是空的 如果空的话 就把它选起来 那这两行程式是我录下来的 先选 然后呢 再删除 接下来就往下保 那如果 当然一个空白列没问题 可是两个以上的空白列 就会出问题 那怎么解决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呢 先试着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